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 这几天的心得 然后我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 所以请容许我看一下我的稿子 其实参加这个赢队 我本来是期待 我可以找到一个生命的方向还有移轨 但是其实我这样四天下来 我觉得我并没有很确实地去找到 那个很具体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有跟我本来预期不太一样的收获 我觉得最神奇的吧 是我得到一种心灵的安定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就以前生物学到说 真的快乐是会让你心跳放慢的那种快乐 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但这几天停课下来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话 但是我感受到那种心跳放慢的喜悦感 很平静 我觉得这四天很值得 再来就是 这一定也让我颠覆了很多我以前的观念 我的家庭有家人是学广论的 然后其实从小就有听到他们在讲什么 五线生命啦 然后会有轮回啦 然后我们应该要为下一辈子去努力 就以前只觉得 哦 对 好 就是一些佛教的观念 但是就是那天听法师在说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 它起来不是一种很励志 很兜志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充满正面能量 我觉得我应该要为我的下辈子努力 就像我会为了我的明天 去注意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 再来是观工念恩 就是观工念恩这种东西 其实在就是福祉家庭里面很常听到 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一个 但是以前就对我而言都是 老师大人们口中的教条 但是那天听完金之老师的课 我觉得这不再是一个很遥远 很高尚的一种特质 是我们可以融入生活变成一种内化 一种生活模式 对 我觉得真的很很棒 就跟感恩礼赞一样 我感触非常的深 我怕时间会不够 但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那天我就传了讯息跟我妈妈说 我很感谢她 就是到高中 就是她一直都在我上下学 然后晚自己结束 还会准备热汤给我喝 然后我跟她说了这些之后 她回我一句话说 谢谢你给我付出的机会 觉得是我应该感谢她 结果是她反过来跟我说谢谢 这种感觉很感动 最后一个 我其实很惭愧 就是身在佛教家庭 但是我小时候 曾经不敢讲广论跟佛法 跟别人分享 我觉得就看到妈妈在一面 就是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很好 你应该去上课什么的 我就觉得 好像在推销什么 会有点小排斥 但是那天我坐在 那个武进灯职业 就坐在捧着我那个灯里 我突然觉得好惭愧好惭愧 就是大家都这么勇敢地 想要把这么好的东西 分享给我们 就是师傅 然后法师们 老师们 还有福祉青年们 就是很勇敢 想要把最好的东西 不管别人怎么看它 觉得它很想推销远 但是他们就很努力 想要把这个东西给我们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昨天我看到师傅介绍的影片 师傅一走出来 我就开始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开始哭了 我觉得就很像我之前 看到佛舟上面 师傅的照片 我看到他笑得好灿烂 我就回到了一个笑容 就这种感觉 那天突然觉得师傅 好近 好近哦 所以最后我想要 谢谢 愿意勇敢传播 你们觉得很正确的理念的 法师们 老师 义工们 谢谢你们 你们很伟大 谢谢同学的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